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基本上 我们后面可能会用到的也许几个啦 column,row,OK 这两个,这两个是指的是参照 参照什么呢?参照你现在的储存格是在哪一栏,哪一列 column是栏,然后row的话是列 OK,因为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是哪一栏,哪一列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栏列去抓到你要的相关讯息 那第二个可能会需要用到index 第三个可能会用到replace 那这个replace还有len 那这个主要是说呢,我们要带过来东西 可是前面我东西不要,那时候把它replace掉 replace就是把我取代 那取代,取代成什么呢?取代成没有 取代成没有就是两个双引号 双引号双引号,那意思就是取代成没有 意思就是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用replace,那取代要几个字 那必须用len,OK,所以大概会有这几个函数 然后呢,如果要把index改成index OK,或者是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用offset 其实都可以,所以光这边的话 一个范例里面呢,其实就包含了很多种的函数应用 那讲这个之前,你们可能需要了解就是说 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先把这个范例档案先下载 并且打开,请你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示意图 示意的资料,就是将来我要放的资料是这样 那你把它delete掉 那可能我们实际上逻辑很简单 B栏里面的资料放在D到G栏 这个是一栏,我跟你讲,这个是一栏 然后呢,这边是有四栏 实际上,将来也许你遇到可能是单栏转多栏 会有这种需求 那当然呢,另外还可以啦 其实多栏转单栏一样的逻辑 差不多了,其实也是做得出来的 那里面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搬过来 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你可能就是突发链钢 可能什么,选取Ctrl-C,Ctrl-V Ctrl-C,Ctrl-V 这里面可能花很多时间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比较简单一些 第一个你可能要了解说 因为我要抓的是 假如说我要用的函数是 刚刚讲到那个用index 解释与参照里面 假如比较常用的像用index 那index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跟你要三个参数 当然我们就选第一个 它里面的话呢,范围值的就是 假设我今天给的是B2 一直到最下面 把假设这个范围好了 B2到B33 这个就是它的范围 那它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带进来就是一个正列 那这个正列里面第一列 特别指标 它的概念就是 你选了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那第一列指的就是第一个资料 OK,所以 所以这边会跟你要一个Raw 列指的是 你要的是哪一列 那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一个1的话 它就会去抓到 你现在指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指的就是入职 那你不要看那个 所以很多同学 容易混淆是 老师这里明明是2啊 那你为什么这边是1 我现在指的是我选的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跟这个外面无关哦 没有关系 所以特别主要 我要的是我现在选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哪一栏? Column 那因为只有一栏 所以一定只有1嘛 那如果你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帮你显示什么 有没有 入职时间 那再来第二个 你就这个地方的话 势必就是把这个什么呢 把它复制好了 假设过来 这个应该是贴上的时候 把这边有没有 改一下嘛 特别知道改哪一个 改列嘛 一样嘛 就改第二列 一样嘛 因为只有一栏 所以把这个范围里面的2 改一下按确定 按打勾 有没有 这个人的姓名就过来 那当然以此类推啦 所以这边应该是 12345678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可以把 这个数字给做出来 那我这个表格应该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可是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数字产生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呢 那当然你 你第一个会想到就是 那如果说我刚刚 这个地方动用手脚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 向右填满 自动帮我把这个数字 由1变成 2变成3的话 其实一般会想到就是说 我可以用什么 用参照 参照什么 参照我现在的蓝 我现在在D蓝 D蓝的话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第4蓝的意思 那如果说我今天向右填满的话 这边第5蓝 变第6蓝 有没有 一时类推 那如果我把这个4 怎么样 减3不就好了 那不就 试试看就知道 所以特别注意 我把这个数字1 对不对 把它改一下 改成column 这个可能自己拼会比较快 或者你插入一下 韩语 COL 有没有 这个column 不要加S column OK 然后呢 前刮符 不一定要后刮符 好了 那不过呢 它会参照到的 就是你现在在哪一蓝 那我现在在第4蓝 所以记得把它减掉 多少 减掉3 打勾一下 基本上一样 因为4减掉3 它一样回 反环就是1 OK 也是抓1 可是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向右拉 它会参照到5 有没有 1就5嘛 5减3 那不就是 那个什么 5减 那就2嘛 第二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轻易怎么样 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向右 会向右啦 所以这个范围 如果你没有把它锁起来 它会那个B会变C 所以打勾一下 好 试一下向右 OK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诶 居然往下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向右 但是向下呢 诶 全部都一样 这不对啊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再请另外一个函数帮忙 什么函数呢 因为我刚刚向右是 卡了 如果向下 你就要想到用哪一个 就是肉 列 OK 那可是问题是列 我们刚刚的部分呢 诶 这边全部都是 1234 那向下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诶 你必须每 假设向下一列的话 因为有四个 所以必须什么 1234 再来就5678 诶 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哦 向下的时候呢 必须加上它的倍数 几倍呢 四倍嘛 对不对 就是再加四的一倍 四的两倍 四的三倍 所以哦 会1234 对不对 五的话就是因为一再加上四的一倍 那再来就加上 再来就是一再加上两倍的话就是九 有没有 加上三倍的话就是13 所以哦 这个那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样加上倍数 其实哦 特别是哦 请你加在这个后面的地方 加上倍数的话哦 就用那个叫弱 刮弧 可是问题你现在的倍数呢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第二列嘛 对不对 所以他回来会告诉你是二 但是呢 我第一次不要加四的倍数 所以把你现在的列数减掉 并且哦 记得把它前刮弧一下 再后刮弧一下 再乘上多少 乘上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第一次哦 减掉二啦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次不用加四的倍数 可是你等一下向下不就变成第三列吗 第三列减掉二 诶不就是一倍 那再往下两倍三倍 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需要 所以呢 把它打勾一下 然后向右 向下 放开 OK 全部完成 但是哦 底下这个东西多的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delete掉 OK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delete啊 不过很简单嘛 你就把外面包一个ifl就好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包一个ifl 它就不会出现了 好 那大概是这样了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刚刚用的总共有三个函数 不过呢 你要一次全部做完 恐怕问题会比较大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练习几个阶段 这个再把它怎么样 delete掉 你可以先练习 插入那个colour函数 那这个colour函数指的就是你现在 所 就是 参照到哪一栏 那你把它减三 你可以分几个阶段 来做 先产生数字 再去 外面包一个index 有没有 这个1234 那向下还是1234的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1234 5678的话 记得哦 是加上什么 加上倍数 所以我的习惯是肉 刮糊 剪掉它现在 在哪一列 回去先外面包一个 刮糊 因为要先剪 乘上它有几栏 四栏 OK 然后打勾 以上1234 然后往下 向下填满 有没有 1234 1234 5678 有没有 诶 那这个实际上 就是跟这个有相关的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做出来之后 你再把这一个公式 剪下来 放到index里面 可能会 比较阶段性的啦 因为如果你已经熟了 那就一次可以做 但是你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你 先分两阶段来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也许我们先不要看index 我们先 请各位先把 第一阶段 就是1一直往下 反正你就一直往下拉 它如果可以显示 连续的编号 OK 第二阶段呢 就是再把这个 怎么样 剪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index里面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个column跟roth 将来如果你在处理 尤其是单栏 转多栏 或者是不同栏数 转不同栏数的话 那这些的观念 一定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column跟roth的观念的话 其实你要处理那个栏跟栏之间的资料交换 或者列跟列 或者哪一个栏存个到哪一个栏存个资料交换呢 那就是会有问题 那刚刚的画面 最后完成的画面呢 基本上 在那个云暖白板上也有 所以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阶段就是利用current跟roth这两个函数 产生编号 那这个所谓的编号 实际上就列好了 哪一列哪一列 OK 试试看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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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